大家我们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我们台湾持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所以感觉还是很冷 那么预计明天白天还会是类似的天气 所以如果在北部跟东半部的朋友们 还没有大扫除的话 明天白天可以把握一下 明天晚上开始 天气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转变了 中南部的话 明天白天持续是比较稳定 要特别注意的 仍然是空气品质以及职业温差 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台湾的上空云量 是比昨天稍微多一点点 没有像昨天那么晴朗稳定了 可以看到主要是因为 我们台湾附近有些比较浅包的云气 分布的范围在我们台湾的北部 跟东半部地区 那么这主要我们台湾 主要还是持续受到一个冷高压 它所带来的 这个东北风的这种冷风的影响 那么这个高高中心呢 是在中国的南方 另外在中国北方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冷高压的中心 不过明年开始 这个南方的高高中心 就逐渐往东边移动了 所以风向会有一些转变 这个温度就会小幅度的回升 至于北方的这个高压中心 预计会来会比较偏向往东边移动 目前看起来对我们台湾的影响程度 是比较少一点 但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是 明天晚上开始 在中国南方将会有一波 微弱的封面游戏 迅速的通过我们台湾 那么预计受影响的时间点 就是从明天晚上开始 那么如果这个天气系统 移动速度比较快的话 可能礼拜四的时候 封面就会通过台湾了 所以礼拜四开始 这个天气就会逐渐好转 如果移动速度比较慢一点的话 肯定直到礼拜四小年夜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这个银封面 天气都还是会比较不稳定 所以中央来说 明天白天天气还算是稳定 只是云量是跟今天一样 是比较偏多的 那么明天晚上开始到礼拜三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降雨机率 都会是比较偏高 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从未来几天的降雨的区域图 上面可以看到 明天持续是我们东半部地区 跟东北部云量会比较偏多 尤其是东北部会有局部的 短暂震雨的机会会是比较高的 礼拜三的时候呢 是这一波这个微弱方面 对我们台湾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主要在我们东半部地区 这个降雨呢 会比较明显的增加 尤其是东北部跟东部地区 北部的话 云量也会比较明显的增加 入夜之后的这个降雨机率也会比较高 礼拜四到礼拜五的话 就要看这个天气系统的影响 但是目前看起来 东半部地区的云量都还是会比较偏多 也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震雨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安排一些活动 要特别的留意 这个天气系统的转变 那么预计 今年晚上还是会比较偏冷 西半部的话 在我们中部以北 低温大约是13到15度而已 南部的话 大约是16到17度 那么在比较高温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在中部以北 大约是16到18度 那么南部的高温呢 是20到21度 外岛仍然是比较偏冷的 金门马祖低温11到12度 高温的话11到14度 澎湖是17到18度 东半部的话 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们东北部地区降雨机率 在今天晚上会比较偏高 有些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低温是15度 这个高温的话是16到17度 那么花莲台东降雨机率 也都是比较偏高的 而且整体感觉来说 也还是比较偏冷的天气形态 至于明天白天的话呢 可以看到低温还是要留意 尤其我们中部以北的空旺地区 低温仍然只有13到15度左右 南部是16到17度 至于中午的高温的话 在我们中南部地区 是稍微比较温暖一点 有20度以上 大约是22到24度 那么在北部的话 因为云量比较偏多的关系 再加上可能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所以高温其实是升不太上去 大约都是只有16到18度 那么外岛的话 普遍来说天气还不错 温度的话 金门马祖低温是11到12度 中午高温11到17度 澎湖17到19度 东漫步地区 尤其是东北部 持续还是会有一些 比较明显这个降雨的一个可能性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明天开始 就会有一波微弱封面系统接近 那么最主要影响时间是到晚上 但是白天开始就要看这封面前缘 是不是有提早到来 那么目前看起来 明天白天的降雨几率 都会比较偏高 低温的话是15到18度 中午高温是16到21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白天的天气还算是不错 只是北部跟东漫步的银封面 云量还是会比较偏多 那么偶尔有些局部零星的短阵阵雨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那么在整体来说 还是比较偏干冷 提醒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大扫除 那么明天晚上开始 北部跟东漫步就会转成 是比较明显湿冷的天气形态 但是温度可能会跟这几天干冷的天气 温度的话数值可能会小幅度的回升 中南部的话 大致上天气都是稳定的 但是要注意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 而且空气品质可能不太好